LM350H 你怎麼都知道啊 沒想到它的後門開關居然是在這裡 非常讓人訝異的設計 這個真是全新要價575萬的 LM350H 試做的版本 最尊榮的版本 但之所以可以在上市的初期 立馬就累積到超過1500張訂單了 正是因為導入了所謂LFINESS概念的座場 包含像是它的空間感 彩光的編排 無微不至的配備 甚至是後座的視線 在精心度局下非常卓越的成果 似乎是一個非常適合翹班 非常私密的空間 唯一的問題是 它真的可以讓我享受到一段 絕佳的難忘的ME TIME 對嗎 歡迎來到我的DOJO MOJO 一個屬於繁忙日理萬機的成年人 可以讓你暫時的抽離 鬆懈一下 做回那個還沒有長大的自己 對 這是一個MAN CAV 基於這本身就已經是一台很豪華的車 所以老實說我做的更動不多 透過它既有的功能 置物的空間去置放一些 可以使人愉悅的小玩意兒 包含像是一整冰箱的碳酸飲料 各式擺放的非常整齊的零食 報章雜誌 甚至是成年男士不可或缺的動漫 但假如你希望可以知心一點 這裡也特別準備了 風田霧女 可以讓你來稍微的進修 滋補一下 跟一套可以讓整個過程 更擬真的賽車方向盤 很顯然的 它已經具備了一切 可以讓一個成年男士 感到非常愉悅的各種元素 唯一的問題是 它真的有辦法讓人把握每一次的移動 跑完一整圈的扭國嶺嗎 你是故意的嗎 沒有 我的天啊 這感覺真的是蠻正點的 工作了之後 最缺乏的就是可以打電動的時間 所以我現在要來快速的尋找一下 有玻璃飛行 Nordschleifer 好 不過話說很多人覺得 575萬買一台2.5NA Hybrid的LM 似乎有點貴 相較於上一代的500萬 這個75萬的增幅到底意義何在啊 除了他們換了一個 不同於Toyota Alphar的工廠 改到艾茲縣來生產這台車子 說明了這四台不折不扣的Lexus之外 莫過於它的尺寸 和Alphar也開始有了一些區別 可能 我覺得這可能不是一個 真的很直覺的操作介面 我只是沒有料到RCF的GT3廠車 居然可以這麼的滑 另外一個我認為我們有機會可以 精準執行的重點 就是在於它這一代啊 為它標配了這個AVS 電子阻尼可變的避震啊 在紫震各方面也都有了很多的強化 又是真正TNGA世代的新底盤 即使像我現在沒有辦法很專注的感受它 都可以察覺它的稅震處理表現得比上一代好 我居然可以這樣坎坎而彈 這真的是一個好了不起的空間啊 我覺得我有機會達標欸 話說回來我們現在畢竟都還在一些比較直線的路段 我想真正的重點應該會是在等一下 遇到第一個轉彎的時候 還能不能夠坎坎而彈 高速右彎啊 沒關係 剛好我也要進一個高速右彎 來吧 欸不對 變左彎了 右彎 不行 我已經出彎了 你還沒出彎 可以可以可以 我回來了 另外一個迷人之處就是在於它的皮面的用料質地 它的內裝幾乎每一個你身體會接觸到的 piece 給人的感覺都很綿 即使是C柱的飾板 它摸起來的柔軟度真的是讓人差異你知道嗎 天啊我居然用一個漂亮的反打通過了Carusso 我對自己感到非常的驕傲 哈哈哈哈 與Alfar之間的差異不單只是在於像 試作有很特定取向的車型 而是在於即使是它的前倉 包含像是它的介面 它的飾板 螢幕擺放的位置 整個機構的造型 都跟Alfar有著蠻明顯的區別 天啊 在下著雨塞著車的民水路上 我即將跑完一整圈的扭波嶺 它怎麼可以這麼的穩 你可以不要這樣嗎 我一定要講的就是這個 最佳化的後座視覺角度 不單只是這座螢幕擺放的位置 讓你即使坐得比較躺 比較慵懶的時候也可以平視 就連把天窗開孔在這個位置 也是經過深視熟度 因為確實你不需要特別的去抬頭 你就可以看到窗外的景色 它無所不用其極的法 可能會讓你覺得不是 影響你修氣 各式各樣的因素給秉服在外 我迫不及待的想要跟我的好朋友分享 看看這可不可以讓它 從最近開店的壓力當中 舒緩過來 但請容我先稍微休眠一下 真的是滿久沒睡好了 我如果買這台車我一定改組22吋的LM 車如其名 你這台車什麼LM 你改什麼LM 真的好弱智喔 你可以不要這樣嗎 你不覺得這是每一個車迷夢寐以求的空間嗎 我覺得原廠應該要出一個這個版本 就是這樣配置 Grand Tourism Mode Edition 對 然後它就是這樣到處巡迴 你也趕快跟我挑一場 那你趕快跟我挑一場 如果輸了的話 就訂車 你覺得咧 所以我們現在在車上挑一場 輸的訂車 我好久沒有打電動了 我好久沒有打電動了 這個是手機嗎 怎麼這麼像手機啊 他只是想要找一個買車的理由 喔 欸這一台賣多少錢啊 這台575萬 你給我啊 你剛好今天就來參加了 就是 Quick Challenge 我們在配車的時候 你要在後面打電動 然後你要跑進7分內 這他媽的太Hardcore了吧 不然你就會被彈射座椅彈出去 贏了的話 口頭加獎一次 那我要怎麼進去 還是我這樣玩 然後你幫我踩油門 你就試試看 真的沒有那麼困難 這個不行啦 要不然你一隻腳先進去 我覺得他這個重點是 你看 欸等一下前後怎麼挑啊 這樣怎麼玩 就是靠椅背調算 所以你剛剛也是躺著玩的 欸保安都跑著 你OK嗎 我不OK 這要怎麼玩 沒有這麼痛苦吧 有啦 欸不要再躺了 真的 我覺得頭文字笛的神之手 已經落伍了 這個機器是訓練叫做神之肚 用肚子操控方向盤 我希望你不要那麼的埋怨 因為我今天安排這一切 都希望可以舒緩一下你 我覺得我壓力更大 我真的不要玩 我頭好暈喔 主要是 我連方向盤都沒有辦法 固定要怎麼開車 你這樣玩 好不好 我幫你踩油門 然後你還轉方向盤 好 加速 我跟你講我要減速囉 等一下等一下 喔喔喔喔 減速減速 對對對 你要反檔 喔喔你看我們配合在天衣無縫 我覺得很不舒服 好全油門 全油門 我看到他們離你越來越遠 然後你很死命的踩我覺得蠻好笑的 我覺得我們可以開回去了 這麼快 你又不玩 不是你這如果固定好一點的話我會比較像 你給舒馬克這種方法 他也撞車了啦 所以我終於知道為什麼 S-Class跟7系列的銷售會如此不振 真的 買車就好啦 買什麼S 你真的覺得他比較出色 如果都要是人家開了 其實我最近也有在考慮要買一台大車 然後請司機來開 你會更有錢理論 就是 我今天不是說你請司機一定要買一台 比如說575萬Li 我曾經有想過 我就算買一台Camry 請一個司機來幫我開 我不用找停車位 我不用在那邊跟人家打打殺殺 我去哪裡我就是下車 你要喝酒你也不用擔心幹 車誰開回家 什麼 你說他真的需要很多成本嗎 不用 可是大部分人不願意花這個錢 但是我的預算只有70萬而已 我想到了一台絕佳 又可以滿足這樣的使用 但可能水準上沒有那麼高的車 這麼測 Luxian的CEO 最怕空氣突然安靜 我覺得這個車真的是走出了自己的格局 以前都覺得這種司機車就是要買那種黑頭車 像SR7這種大型Sedan 日本的LS做不硬它 我就跟你走另外一條路 但我覺得這件事情 可能也只有日本人有辦法這樣走 因為德國的槍型車沒有辦法給你這種細膩的感覺 所以啊 我不要跟你拼最槍的 不要跟他拼拳 嘗試切他中路 就出來這台車啦 這個車跟 我們傳統的那種司機車來比 我覺得就是差在 隔音 還有全調的反應 真的是輸很多 因為我覺得這種箱型車 它的隔音很難做 它一直用在好 你都很難把隔音隔在外面 所以我覺得這個車 最完美的就是你常常在塞車 你就沒有舒適性跟隔音的問題 這就是塞車的之王 不是塞車之王 是塞車之王 所以你會願意花575萬 買一台這樣的車 請個司機 等我有這個預算的時候 我再回答你 貧窮總是限制了我的想像 肚子好餓喔 零食可以嗎 我想要吃一些米其林探廳 開這種車吃零食 我又不是寒 大家都叫我寒 你和泰車還有在買嗎 我長期投資者耶 我怎麼會一賺錢就賣 即使只有一股也要長期投資 當然啊 我的重點是 有一天我希望它變一千股啊 可是它最近跌耶 我現在賣掉可能吃不起拜上老 我都不在吃飯 對啊 我已經在買了 我吃飯 我還能吃飯 我吃飯 你們 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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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吃飯